LB 歡迎收看哈囉爺爺秀 LB 你本來應該穿黃色的 但因為這個來賓後來換色了 對啊 我造型是真的很苦惱 就是 還好這套白色也是滿美的啦 但他本來應該也還不錯了啦 我相信他還是一個就是 滿有保持自己的思想的人 因為畢竟他有說過嘛 就是求同存異 只希望他能盡情的再去咆哮一下 哈哈哈哈 各位觀眾讓我們掌聲歡迎 歡骨巢 戰神駕到 你Lag很久了 我現在不叫戰神 我現在是溫暖而富有人性的KFC 我真的很不習慣你這樣 對啊 你太溫柔了你是誰啊 不是我以前喔 在媒體的形象 真的被媒體扭曲得太嚴重 在這麼惡劣的環境 所以我決定用Youtube 把我真實的自我呈現給大家 所以以前那些就是狂噴幹狡的形象 都是扭曲的自我嗎 對不起我必須要糾正一下你的用字 哈哈哈哈 是的 我從來不會狂噴幹狡 好 那請問正確來說是 我是用非常直接的語言 指出行政官員的蠻憾跟錯誤 希望他們對選民負責 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理 我們就是喜歡你這樣啊 哈哈哈哈 我覺得剛剛有聞到一點火藥味了 大概再問五題 你就會開始咆哮了 哈哈哈哈 我有一點緊張 哈哈哈哈 好啦因為黃國昌就是 四年前夜夜秀我們也見過 當時是我們的好朋友 是 所以今年又再來 而且去年你來我的節目 錄酸民說的時候 你跟我說夜夜秀超棒 一定要重新開始 因為你 我就做了 太感動了 我愛你 所以 我們送你一個小禮物好了 好 謝謝 因為今年也是風風雨雨嘛 我們送你一罐 油 因為想說你被一個 拎北好油整了一下 這是真的油 不再是那個自導自演的假油了 所以我這瓶油可以帶回去 當然可以啊 他不會在開直播的時候 然後開始哭啊 我一定 謝謝你的好油 我會拿這瓶好油 回家每天煎 新鮮的雞蛋吃 哦 你真的喜歡嗎 我真的喜歡 好險 因為今天我叫別人去買 他送回來 我說你怎麼可以買黃色的東西 你 你真的變了耶 你應該要馬上噴我的啊 曾經擁有的回憶都是美好的 好啦我們還是追根究底一下啦 因為這個拎北好油案啊 在你的直播上就是鬧得很大 當時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不是接壁者嗎 你沒有接到這個壁嗎 那一天喔 找他來 主要是要談進口蛋的爭議 找他來的理由是 就是白天的時候行政院院長陳建仁 針對進口蛋進行專案報告 在立法院有執行嗎 那那個質詢的內容其實我都有看 那些立法員質詢的對不對 有沒有料 數字對不對 其實我都做好功課了 所以他那天來的時候 主要是在講陳建仁的專案報告 還有蛋的事情 那只是我的習慣 我如果要來賓來我的YouTube 最後主題講完了以後 我都會問說 那你最後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各位網友講 結果一個大男人坐在我旁邊就突然哭起來 喔 你很生氣 不是我那時候嚇一大跳 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辦 所以我趕快請小編遞衛生紙給我 然後他離開我的直播了以後發了一個文 說什麼他跟他的家人被恐嚇出入此類 然後他最後說是自導自演 他是個網軍 然後民進黨罵你 人設翻車 我實在不太了解 民主進步黨他們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如果這樣子要叫翻車的話 那奇怪了 去年蔡英文說要全黨挺一人 大家要相信之間 那個才是翻車吧 你現在改成暗酸的模式 語氣非常的平和 但是說出來的話還是十分的 謝忠要害 那我們再來問別的好了 我們把這個黃色拿掉好了 你應該也不太想看到這個對不對 不會這個油我一定會帶回家煎新鮮的雞蛋 我不會騙你 那你要這個黃油 那你其日黃色的夥伴們 不會啦 我說過了 我這個人的個性就是 曾經在一起努力過 那個都是好的 之前是這個樣子 現在是這個樣子 未來也是這個樣子 但你現在選擇走向跟白 站在一起 具體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讓你有這個決定 一連串的累積 不是什麼單一的事件 但我在2019年夏天的時候 我就說得很清楚了 我是絕對不會當小綠的 但是你曾經罵過柯文哲耶 當然啊 那你現在不是等於 打臉過去的自己嗎 不會啊 我現在還是罵他 喔 老實講 現在藍白破局 你是不是鬆一口氣 那不然來聊一下 你最近都在罵柯文哲什麼好了 也不是說罵他啦 我這樣講好了 在藍白和你們知道的時間點 應該是7月15號嘛 整整一個禮拜以前 我有跟他有一場 一對一的對談 那場對談 我們把一些基本重要的 目標 合作的價值 彼此的奇異底線 跟未來溝通的方式 我們都談清楚了 這是我們可以看的嗎 但我告訴你 我這個人很有品的 你不會做什麼事 奇怪我怎麼講一句話 你們怎麼延伸了那麼多 我是我這個人很有品的 我要把這個公開以前 只要柯文哲點頭 我就公開 好你剛剛說你跟他 一對一對談 有聊合作 還有奇異 那些奇異是什麼 那一奇異就是 我就跟他講得很清楚嘛 像李玄教那種人 絕對不可能支持 但他支持吧 他不支持 他沒有同台過嗎 有啊 就我這邊嘛 我舉你的手 說你動算 我也舉你的手 說你動算 那你們兩個人 彼此關係是什麼 可能要由你們自己去詮釋 所以假設柯文哲 再繼續 很張揚說支持什麼 李玄教啊 中東景啊 你就會翻臉 我會公開批評他 兇的 當然是兇的 OK好 你到國會 你第一件事想做什麼 到國會 到國會第一件事情是 既然現在是團隊的議員嘛 那我會希望進去是一個團隊 而不是個人 2024年 又要再回去 其實我會希望說 那個是一個 2024年我希望台灣的國會 是藍綠不國伴 那第三勢力可以成為 在國會裡面真正發揮 關鍵力量的一股力量 那如果要做成這樣的事情的話 那你顯然是需要一股團隊嘛 那這個團隊 進入了立法院以後 我會開始盤點 而且要求清楚的 馬上推動的是 過去這八年承諾過而沒有做的事情 國會改革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去翻一下 2015年的時候 來綠兩大黨都曾經提出過 國會改革的法案 你們把那個時候 他們承諾過的清單 攤出來 只有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立法院開會的時候 有IBOD 黨團協商的時候轉播 它那個只是國會改革最小的一步 後面一長串該做的事情都沒有做 包括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包括人事統一權行使的改革 第二個司法改革 第三個媒體改革 這個都是我們現在 馬上 就應該 新的國會要做的事情 這一屆的國會 大家不用去逼他們 也不用期待了啦 因為他們12月20號就要放假了 所以要期待下一屆 是 等一下老師 所以你進國會之後 也會像現在一樣 溫良公減浪嗎 你這個答案會影響我們 要不要把票投給民眾黨 對啊 你現在是不是沒有開權力 開權力是什麼意思 因為 我之前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說 你距離大選 目前你是想要 溫良公減浪再競選 但假設有人攻擊你的話 你就會釋放出你那個 咆哮雙手 他真的是用咆哮雙手跟我講 不是啦 因為 我那天是跟你講說 我很克制 我很克制是說 我現在把我兩隻手 綁在後面 我現在是處於現在這樣的狀態 在面對 當然如果現場 有我們現在執政黨的支持者 就請你們多擔待一點 我從來沒想過 我只是一屆平民 我們堂堂的執政黨 民主進步黨 竟然在一個禮拜發了八篇新聞稿 罵我 用黨發新聞稿 但沒有關係 就是我現在還是忍著 我們就好好的談事情 因為我不希望被他們移轉焦點 什麼叫做 不希望被他們移轉焦點 那些都是你們承諾過的事情 勇敢地告訴人民 你們為什麼不做 你不要跟我說你做不到 你國會過半你還做不到 那你要怎樣才可以做得到 宣布你當皇帝 你可不可以做得到 嗯 對對對 有感覺 嗯 讓我從咆哮 走向溫暖的道路 變得好困難 因為我們剛剛花很多力氣 嘗試讓國長老師 獻出咆哮的一面 但是都有一點點困難 我在想啦 也許是因為之前那個咆哮的態度 配上那些尖銳的文字 不太妥當 如果我們換成一些 不太尖銳的文字 用咆哮的方式來唸 應該就會 大家都很喜歡 你今天到底是挖了什麼洞 我們準備一個小小的劇本 給你唸一下 好 但國長老師 因為你真的太久沒有生氣了 我不確定你還記不記得 那憤怒的感覺 但我們今天準備這個劇本 是很有愛的 好 這個劇本的名字叫做 純情醫師俏偉緣 我先看一下 我的老天啊 你平常是在看什麼漫畫 你沒有資格講我吧 你說我把雙手束縛住 你比較中二吧 你說這個全部要用咆哮的講 對啊 你應該很懷念 以前那個樣子吧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安全的場合 這是一個綜藝節目 它充滿愛 我怕我這個念完喔 我可能會不敢出門 這就是一個劇本而已 沒事 ok 好好好 給你一點氣氛好了 它完全不代表 你的本人立場 相親以前在立法院那個狀態 對方 我 是一名純情的俏偉緣 我永遠忘不了 那個夜晚 柯醫師來到我的身旁 好 他說 我是覺得啦 我以為 你的秀髮亂了 我幫你撥整齊 不曉 不曉 他卻寒住了我的喉結 用力一吸 我全身疏麻 我說 我 柯醫師 不要這麼粗魯 我都想裝夜客模了 柯醫師霸道的回我 想要嗎 我幫你 我會插小力點 我 而我只能哭叫著 你太離譜啦 好棒啊 你會在抖音爆紅 拜託 把這個帶進國會 拜託你 各位觀眾 感謝黃國昌 太好笑了 好 他家的貓神病了 呃 我想先帶他去看寵物諮商 想問他為什麼不吃飯 後來隔天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 那個寵物溝通師怎麼說呢 媽咪 我肚子痛 不舒服 想要去看醫生 不要亂用 超爽的 我要原地爆炸 手錶子嗎 他媽給我這樣子的 哇靠 這個人瘋了 你有找到one piece了嗎 誰問了 誰問了 吧 按摩 對 打扎 怎麼 不 啊 好